感恩节周末刚刚过去 各大商家的网络促销依然正在进行之中 统计机构预计 今年的网络星期一的在线销售额 或许会创下历史记录 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为我们介绍 文浩 每年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一 是美国各大商家进行网络促销的日子 随着网络购物变得越来越方便 网络星期的重要程度也是在不断赶追 传统的购物日黑色星期五 今年是由于新冠疫情 许多顾客在黑色星期五是选择留在家中进行网购 而不是前往实体店 那么分析机构收集到的数据是显示 今年黑色星期五到商店里购物的人数 比往年比是下降了超过50% 那么同时著名的电脑软件公司 Adobe的数据是显示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 网络销售额是上升了几乎有22% 达到了90亿美元之多 那么Adobe同时也预测说 今年的网络星期一的销售额会创下历史新高 最高可能会达到120亿美元 比去年的数字实际上涨35% 那么在每年这些促销的日子里 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当中 自然是少不了电子产品 美国市场上的许多电子产品 都是由中国制造的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 国际金研究所的贸易专家 盖瑞哈夫鲍尔是估计说 美国市场上拥有的中国配件的电子产品 至少占了有三分之一以上 虽然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 给中国的进口商品是增加了25%的关税 但是哈佛鲍尔是说 尽管有这么高的关税 对美国的企业来说 中国制造的产品依然是非常的便宜 国际銀サApp 它很难找到 York�斯区に Q&A 在中国如此 and has the same rapid delivery those are two excep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integration into the supply chain high quality rapid delivery and almost certainly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is going to cost more now the tariffs cost an additional 25% but it would be quite possible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first of all it takes a while to to ramp up and the cost could easily be 25% or more higher from an alternative supplier so all these reasons mean that major companies especially of sophisticated products electronics for example are quite reluctant to move their supply chain 为了确保人权 在供应链中得到维护 美国国会几乎是以全票 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禁止美国的企业 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 除非他们能够证明 这些产品中 没有包含强制劳动 但是纽约时报 在昨天的一篇报道中 是表示说 耐克 苹果 可口可乐 这样的公司 是在游说议员们 希望他们能降低 这部法案的力度 这些公司是表示 他们强烈谴责强制劳动 但是说这部法案会破坏 他们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供应链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在美中供应链的两方 一方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 去最大化利润 比如说像网络星期一 这样的促销活动 那么另一方是一个 有能力压制劳动成本的威权政府 那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哈佛鲍尔是说 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介入 这两方都不会对强制劳动太在意 它会有些关注 但它不会不会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他们的关系 而且一个原因 是因为 当你说过货币 我认为 货币的 货币 是一个好处 因为 你认为 一开始的货币 在美国的美国 会有 第二、第三、四季 货币 所以 在美国的美国 是最终的购买者 这些最终的购买者 是最终的购买者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消费者自己也是很难去了解 在这个家人团聚的温馨假日购买 的商品是不是在世界另一端 强制劳动的产物 那以上就是 市财的最新发展 卡拉 好的 感谢文浩的连前报道